大家好,我是善羊 繼續跟劉怡雄博士談關於幼兒教育的課題 我相信很多媽媽或爸爸都會希望 我們經常都會說,三歲還是八十 她小時候學得好,大後就好像沒有那麼多擔憂 但什麼為之是小時候學得好 怎樣才會走出好的第一步呢? 沒有一些很快速的方法 真的很靠生活中至少一點一滴去累積 譬如家長可能是靠互動裏面多點鼓勵他們 先朋友如果是容易放棄的 多點跟他們說,你堅持吧 到他成功的時候,你就跟他說 你看看,你以前是做不到的 但為什麼你現在做到的? 會顧一下原來是你去努力練習 你沒有放棄,你堅持了,又不懂 到現在你懂了,之後你就會越做越好 強調這個過程裏面一個我們所謂的成長心態 家長其實都可以不要去比較 因為如果你一比較,就變成了一個外在的動機 他就不會享受那個過程 我們要鼓勵他,你看到你的努力 現在得到一個結果 你過程裏面都可以享受的 爸爸媽媽都欣賞你 這樣令到他成為了一個內在的動力 這樣他們的學習才能堅持得到 家長都可以做一個好的模仿對象 為什麼模仿對象呢? 譬如現在經常都在疫情 我們會在家看別人怎樣做運動 學煮一些的食物 家長就試 家長看完之後就說 媽媽今天上網看了一些東西 我今晚就試下煮泥食 在過程裏面,你可以表現出 我不懂的 讓我打電話問一下婆婆 原來我堅持肯問 我有一個好奇心 然後我去試 我今天可能煮得不好吃 哎呀,失手了 不要緊,我們下星期再試 這個過程裏面 你就讓小朋友看到 好奇心 積極主動的學習 還有堅持的重要性 比起你說多少呢? 是更加有限的 譬如如果小朋友 當我們已經可以幫他 書解到不太肯試 不太肯學,不怕輸的情況 但怎樣可以叫做培養 對一件事很有興趣 那個方向又應該怎樣再踏前一步呢? 小朋友慢慢失去了那個學習 興趣呢 就是不外乎 他覺得很困難 我做不到 沒有人欣賞我 還有他不知道有什麼方法去做得好 還有他想不到 學了那個東西到底有什麼用 你說應用到日常生活方面的這個層面 其實就真的靠家長多些去強調 譬如你學了數學 你覺得 學成數表真的很慢 真的很悶 但原來你有沒有發覺 你看看媽媽 我們今晚有多少個人吃飯 然後我要煮多少個菜 或者我要預備多少個水果 原來我用成數表 就馬上幫我計算出來 這些都是靠爸爸媽媽 幫他把學習連繫到在生活裡 令他的學習有意義 這樣也是強化他的內在動機 我學了一段東西是有興趣 是有用的 並沒有火會 我們有個水 碰巧 便可以 你還沒回來 是… 你也沒有人 你也沒有人